各位同学大家好 Pandas作为数据 作为Python的一个库 它使Python成为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的一个原因之一 那么我们接下来继续看一下Pandas的使用 咱们继续看一下Pandas的这个数据集成 那么这个数据集成我们用到的方法是融合 现在的话我们就进入到咱们的代码当中 我们看一下数据的融合 那么这个数据集成咱们先将这个关闭掉 我们新创建一个 给它改个名 这个叫做Pandas 数据集成 那么里面用到的方法呢 M1 2 1叫Merge 咱们现在的话找一下包 ImportNumpy Numpy asNp ImportPandas asPd FromPandas 我们ImportTheories 以及咱们的DataFram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我们在下面插入一行 好 那么咱们现在就创建一个DataFrame 在上一个上一讲当中 在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介绍了Append 我们介绍了Contact 这个都是数据集成的方法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另一种 叫做融合 M1 2 G Merge 那融合的话 它会根据某一共同属性 它会根据某一共同属性 进行提连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高级的用法 它是一个高级的用法 现在的话 那么我们就创建两个DataFrame 咱们在下面插入一行 创建一个DF 咱们这个就叫做DF1吧 假如说这个DF1的话 咱们就等于DataFrame小括号 好 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吧 咱们给它一个花括号 DataFrame的创建 咱们可以通过给字典的形式 来给定它 那在这的话 比如说我们给一个什么呢 叫Name 那么咱们这个Name的话 就是Name 我们给一个列表 来给它创建 Name的话 我们可以是A B C D B 然后我们给一个F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给一个性别 Sex 那这个Sex非男计女 是不是啊 那我们来一个男 女 女 然后来一个男 好 那么 咱们接下来再给一个属性啊 它还有一个什么属性呢 还有一个属性叫ID 这个ID就相当于它的身份证编号 每个人和每个人是不是不会重复啊 咱们给一个ID啊 咱们这个ID的话就给一二三四五六吧 这个都是随便给的啊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DF1这个数据就有了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看到了咱们这个数据呢就有了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是吧 咱们再插入一条 我们创建一个DF2 就一个公司里边他对于员工的姓名和名字进行了一个统计 那么 另一个部门呢 他要统计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员工的薪水和他的工作年龄 好 那么DF2就等于DataFrame 小括号 咱们来一个花括号 那么我们说了要统计他的这个呃年龄是吧 咱们给一个H啊 冒号中国号二十二二十五二十七二十一 有这个年轻有为的是吧 还有十八的是吧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二十九的 好 那么还有他的薪水 薪水的话 SALERY 工作的时间长 这个薪资会挣的高一些 是不是 比如同学 有的人呢 这个清华大学毕业 起点高 那挣的薪资也会多 所以说这个SALERY是吧 这个不分年龄的大小 第一个我们来一个一万二 好 那么 然后我们来一个一万五 咱们接下来给一个这个两万的 是吧 好 那么有的同学在千锋学的好 是吧 那挣的更多 到现在我 到现在我知道的 就是我教过的学生当中 薪资最高的 你猜一下找过多少的 三零零零零 三十K 三十K它是十六薪 所以说这个学的就特别好 好 那么我们来一个逗号 当然学的好是一个 是一部分 它的条件呢 也特别好 这个211大学毕业的本科 计算机专业 在华为呢 工作了三年 你想这样的条件 是不是很牛逼呀 所以说 学完之后 那就找了一个算法工程师 好 那么 咱们接下来再往下看啊 那也有低的是吧 低的呢 一万 你看还有八千的呢 是吧 最低的我就 这个 最低的话 最低的话也有八千 好 那么 这些人呢 是不是也得有ID啊 咱们就给一个ID啊 然后来一个冒号 中工号 也是一二三四五 逗号 来 我们这回给一个七啊 第二份大家看就有了啊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那么 我们现在的话 希望这个DF1 和咱们的DF2呢 进行一个合并啊 DF2和DF1进行一个合并 现在的话 你看咱们插入一行 那么 我们先使用之前的看看行不行啊 大家看 咱们让DF1.append APPend 小括号 我们来一个DF2 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当我们进行融合的时候 咱们发现 我们使用了 Pend的这种方式 是不是融合的不太好呀 看到吗 出现NA 就说明它出现了空值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进行一个这个注释啊 Pandas的集联操作呢 很重要的 Pandas的集联操作中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是merge M1RG是融合 那么融合的话 它会根据共同的 它会根据共同的属性 进行融合 那么这个时候 对于一些特定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是吧 那融合的时候 你能够看到 使用append 是吧 如果我们 两个DataFrame 它们的属性 它们的属性不同 那么融合过程中 融合的结果 就会出现 融合的结果呢 就会出现 NAN这种情况 就是空值了 这个就是咱们所谓的空值 好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看啊 插入一行 咱们看一下 这个PD点 Concate集联的方法 中括号 咱们将DF1放进去 DF2放进去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集联它是不是 列进行集联 咱们执行一下代码 大家现在能够发现 在我们进行集联的时候 大家看 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会出现 两个ID啊 好 咱们再插入一行 引入我们 这个知识点招 所要学的merge 那咱们就DF1点 调用方法 MERGE merge 融合的意思 和谁进行融合呢 和DF2进行融合 执行一下咱们的代码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咱们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出来了 大家能看到啊 那么 什么是融合呢 你看 上边这个集联 它这里边有几个数据啊 六个 我们下边这个融合 有几个数据啊 只有五个 为什么只有五个呢 因为你看啊 集联之后 是不是只剩下一个ID啊 咱们对它进行 说明的时候 它是根据 共同的属性进行融合 所以说大家看 合并出来的结果就是 一二三四五 这个就是咱们融合的一个方法 好 那么我们融合是吧 这个除了这种方式之外 咱们还有更多的方式 好 那么这个里边呢 还有一些这个参数可以调整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这个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号呀 号是不是叫INNER呀 那除了这个INNER之外 还有什么呢 我们往下看啊 还有是不是还有OUT OUT就是所有的意思啊 来咱们现在做一个对比 我们在下边插入一行 那就是DF1.M12GE merge 小通号 我们和DF2进行融合 我们给它一个号 咱们让号呢 就等于OUT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哎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你看我们在进行融合的时候 六和七 是不是都放进去了 看到 这个就是咱们的号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插入一行 现在的话 我们创建一个DF 就等于DataFrame 小括号 N7.Random 咱们调用RandomInt 小括号 从0到150 我们给一个size 咱们那个size呢 是六个人 然后三个科目 咱们来一个index 那么我们这个index呢 就等于 就等于list 小括号 ABCDEF 然后咱们给它一个column column呢 就等于passet 就等于我们的math 就等于咱们的英语 此时咱们的DF就有了 现在的话 我们就计算一下它的 计算一下它的分数 计算一下passet 数学英语 它们的平均分 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插入一行 那就是DF.me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我们这个结果 是不是就是数学的英语的 Pathom的平均分啊 然后咱们来一个run子 使用咱们之前所学的方法 咱们让它保留一位小数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接收一下这个结果 咱们请称叫S 此时咱们的S呢 是一个serious 那么我们希望呢 把这个S呢 给它添加到我们 这个DF的后面 那这个时候的话是吧 咱们这个S呢 我们就得进行一个 这个操作了啊 那我们看一下 使用追加这种方式 能不能成功呢 那就是DF.me APPEND 咱们将S的放进去 一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发现 报错了 是不是啊 因为DF是DataFrame 而我们的S是serious 这是形状不匹配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积联 那么咱们修改一下 咱们就将这个S是吧 我们给它转换一下 S点 我们就调用 onStack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S里边没有onStack 是吧 那我们调用Stack放了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serious has no attribute of stack 它必须得转换成什么 必须得转换成我们的DataFrame 才可以 那咱们就把它转换成DataFrame 叫DF就等于DataFrame 小括号 咱们现在的话将S放进去 大家看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了 看一下我们的DF2 大家看咱们的DF2 是不是就有了呀 好 那么我们现在是吧 可以将这个DF2的columns DF2. 现在的话我们调用 DF2的onStack onStack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肯定是我们写错了 肯定是我们写错了 叫DF2 看不见啊 咱们现在的话已经有了DF2了 是吧 那么我们就在下边插入一行 我们对于这个DF2. 叫onStack 这个时候大家看 执行一下 大家看咱们这个数据 是不是就有了呀 那么有了这个数据之后 大家看啊 这个上面是零是不是啊 我们给它调整一下 点儿 修改一下 叫 C-U-L-U-M-S columns 就等于中括号 比如说 这个我们给一个叫 score-m-e-n-me 现在我们再查看一下DF2 大家看就叫score-me 就是平均分的 现在我们再来执行onStack的时候 大家看就是score 就是score-me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再调用一个方法 调用了一个Stack 那么调用了一个onStack 咱们现在呢 再调用一个Stack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的调整呢 我们可以给它转换一下 大家看在我们调用onStack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西呢 它又变成了一个series 是吧 转换一下 那就是data frame 小括号给它括起来 直选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 二维的一个数据了呀 好 那么我们现在点一下啊 调用一个s 咱们调用一个 我看一下 这个Stack和onStack的一个转换 是吧 那么 原来的数据呢 是DF2 咱们现在希望呢 把这个行和列是不是进行一个这个编导呀 好 那么咱们来一个叫做reindex 我们操作一下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reindex 或者说叫做resetindex 在这个里边是吧 咱们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看这个index重新给定了 是吧 那么 那经过计算之后呢 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数据 但是得到这个数据呢 它不是 它不是一行 所以说的话 咱们给它调整一下 现在呢 再查看一下咱们DF2 DF2的数据 也就是说 我们希望呢 将这个Python 变成它的 变成它的这个行所以 咱们将这个score的 将Python数学和英语 变成它的列所以 将score变成它的行所以 那么这个时候 咱们调整一下 点一下 看一下咱们 有没有一个这个转换 点T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好 大家现在就能够发现 我们点T 是不是就进行了一个转换呀 转换之后这个数据呢 咱们请人叫DF3啊 显示一下咱们的DF3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现在的话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追加了 我们把DF3放进去 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每一个科目的平均分 我们是不是就在最后面 求解出来了 求解出来之后 我们起个名字叫DF4 好 大家看这个就是我们 DF4的一个数据 好 那么有了DF4的数据呢 咱们这样啊 我们再将每个人 它的平均分 求解一下 咱们现在插入一行 那就是DF4 那就是DF4.me 这个时候我们要给一个轴 咱们让轴等于1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大家看这个就是 这个时候呢 就是ABCDEF 是不是我们这个数据呢 好 咱们这个数据呢 我们给它接收一下 它依然是一个series 显示一下 那么我们希望呢 将ABCDEF 给它放到哪呢 咱们希望给它放到 后面这一列 那么这个数据的话 它保留的位数是吧 我们给它修改一下 叫round 咱们也给它个1 这个时候就是保留1位了 来 咱们现在的话 就调用我们的方法 让DF4和咱们的S 进行一个集连 好 那么这个时候是吧 我们在进行集连的时候 那就是DF4点 我们就只能调用merge M12GE 你看我们给它一个merge 小括号 和谁进行merge呢 和S先执行这个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报了一个错 因为DF4是DataFrame 咱们S是不是一个series 形状不匹配 转换一下 那就是DataFrame 小括号扩起来 接收一下 那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 叫DF5 这个时候直选一下 大家看咱们的DF5 是不是就变成这个样了 DF5变成这个样 咱们需要将它的column 给它调整一下 C-U-L-U-M-S 小括号 那么我们的column呢 就等于中括号 我们给它一个值啊 这个呢 就是咱们的 这个每一个人的平均分 叫做me 叫做S-me 好 执行一下这个代码 DF5 我们显示一下 好 那么算在的话 咱们就可以进行融合了 那么我们就将DF5放进去 执行该代码 大家看 现在又报错了 merge error 不能进行融合 为什么不能进行融合呢 叫no common column to perform merge 就没有共同的一列来进行融合 我们看一下啊 咱们在写这个说明的时候 是吧 我们说merge 它会根据共同的属性进行融合 而DF5和DF4 你看它有共同的属性值吗 你比如说A里边是吧 40 15.0 90 但是这个A里边是40.8 这个值相同吗 不相同 所以没有办法融合 但是呢 咱们发现 这个里边呢 大家看啊 这个里边什么一样呢 这个里边的锁印是一样的 大家看 这个锁印和这个锁印一样 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融合的时候 我们可以指定 让它的锁印相同进行融合 那么咱们现在 来一个d号shift tab 大家看这个里边还有一些参数 叫做 叫做left index和right index 默认情况下这个都是false 那么我们现在呢 给它一个 叫做left index L E F T 我们给它来一个tru right index呢 有同样的操作 我们也给它来一个tru 这个时候执行一下我们的代码 大家现在就能够看到 两个数据是不是就集联到一块了呀 所以说 这个集联这个方法呢 是当我们对数据进行处理的时候 在这呢 我们来一个注视啊 当我们对数据 进行处理 然后我们需要将处理的结果 给它放到原来的data stream中时 那么咱们就可以使用merge这个方法 因为你既然对原来的数据进行处理 那么它们必然有相似的属性 或者说相似的行所影或列所影 好 那么 最后的话 还是希望 还是推荐大家 加入我们 Python 学习营 千锋的Python学习营 在这个学习营里边呢 大家可以学到一些知识点 好 那么我们这一讲的内容呢 咱们就到这里了 好 咱们再会 来 来 来